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 同水平的也是八神强 懂吗 这跟水平无关 能不能理解 这永远是会强于你 大蛇 因为你大蛇只有一个冲击波跟战B 你没有招 你只有两个招 但是风暴他的速度是无敌的 你不可能说你大蛇有AB产生 不存在 他一跳跌落地直接抓延迟 抓那个复合抓 你AB跑不了 如果一抓到直接给你打无限连 你怎么赢 懂吗 你让谁来说 我都说风八厉害 如果你觉得大蛇厉害 那你就开直播 对不对 红冰表示不服 红冰他算啥呀 红冰 你现在连何俊都打不赢 不是你把你的眼睛给捐了吧 讲实话 我觉得你这种挺傻逼的 一看来就说 谁谁你就赢不了 打谁谁谁 你都打不过 你只会这一句 就像个憨逼一样 我觉得你这个人 真的挺像个憨逼的 因为我跟你说 因为智掌儿童 他会觉得 因为因为只有智掌儿童 他会觉得大蛇比巴城厉害 懂吗 因为只有智掌儿童 他他他不会玩的 他才会觉得 他不会玩的 他就会觉得大蛇无敌 普通版的巴城跟神乐谁强 看玩家 这两个看玩家 这个没得说法 这个就得看玩家 巴城跟千乐谁强 这个东西得看玩家的 而且也得看当时的 就看巴城他们能赌得到 直接把千乐给压死了 你要说真的有优势 千乐肯定是要比巴城 占一定优势的 六四开了优势 千乐是四 巴城是六 巴城是四 六四开了一个对局 因为千乐他一直推得比你厉害 你巴城没有办法 你只能发波 只能敲规划 懂吗 他吃你几个冲击波 他没关系 但你吃几个冲击波不妨碍 接下来的压制 你没有气就是不行 一开始 那我肯定是说千乐肯定是要比巴城高一个头 就高不了 你如果说要打两个大蛇的拳脚强 大蛇的拳脚是最不强的 懂吗 大蛇拳脚强压制你 你打不到大蛇有什么压制 出来一个占比 巴城随便发个波 然后直接起跳开压了 你大蛇能干啥 强的其实你们可以加一个大蛇组 觉得巴城墙的你们可以加个巴城组 然后来打 现在你记得要找各大主播吃一餐 然后呢 去给你们做个见证人 我跟你说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先不先这 懂吗 我就说巴城暴走的会比大蛇强 就这么简单 不用再争了 没啥意义 只他能在前五 猴子呢 是有道理的 他能加气 飞行弹道很多角色他是吃不消的 如果你换弄弄很厉害的去玩 五强他永远是五强 为了大猪厉害 你所谓的大门厉害 你的铺垫在于什么 你的铺垫是在于有一个人传承给你 你正常去打你狗懒子 你打得过谁啊 明白了吧 不责任加三秒加一个气息 递刚死你 啊对对对 对 还有我忘记我跟你说了 巴城跳过来跳地完之后 大蛇反击反不了的 人会落下来巴城可以抓 你反击的话肯定是会被巴城落下来直接抓指令头 你三秒钟录出一个气 我三秒钟 我不用我两秒钟 我跑到你面前抓个小风 你已经记了 懂了没有 其实巴城跑到大蛇面前不需要两秒钟 一秒钟都不用 一秒钟都不需要 没办法 可能你们说的是白银 你们白银那个分段确实是一个癌症 都像一个癌症分段了 你们这种癌症玩家 你们觉得大蛇厉害 那是必然的 因为你们打的是白银赛区 我们打的是巅峰赛 跟你的是不一样的赛区 所以说白银赛区 这大蛇是强于抱走巴城的 但是巅峰赛的赛区是巴城强于大蛇的 我只能这么去给你理解了 因为你现在是个白银 白银就等于一个癌症患者晚期 因为晚期就死者为大 他说啥你就从了他 也别争了 奥特老师说的对